《朝見夜禍華》 系列第3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頭兩集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歡迎你…可能… 不知道…你先按停了 不過如果看直播你就按停不了 或者如果你是看六部 其實你可以按停了 你先看頭兩集才看這一集 因為是一個連貫性 我們用了一段經文 是在《離家書》第六章 第六至到第八節 我也讀一次給大家聽 那裡說 我朝見夜禍華在至高層面前跪拜 當獻上什麼呢? 世人啊 夜禍華以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們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 全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今天我們說到憐憫 或者其實是好憐憫 我不知道大家對憐憫有什麼看法 是否好像路過 看到一些恆黑的 我給他一些錢 又或者幫他一個忙 哎 這麼慘啊? 是的 幫幫他吧 其實原來憐憫是什麼? 憐憫是神的屬性 而我想起《萬大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節 究竟神據屬性的憐憫是怎樣的呢? 或者是怎樣去運作的呢? 《萬大福音》第九章第三十六節 我們說到耶穌看見很多人 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如同羊 沒有牧人一般 原來真正的憐憫不是做一件善事 不是做一些好事這麼簡單 而是原來憐憫是你看見的 憐憫是突然之間你看見人的破碎 突然間你看見他不是這樣活的 為什麼他黏了善? 什麼令到他搞成這樣? 可能你聽了一些新聞 你會覺得這樣做得出來 還是整個家庭好像犯罪集團一樣 但另一個向導就是 什麼令到他們這樣?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有很多原因 屬於有一個就座 或者上一代有些很差的東西 一直傳下去 有很多原因 又或者做錯了一些決定 又或者被人曾經很差對待過 然後好像一個報仇的心理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又或者我們都解釋不了 甚至我想起 當耶和華真的用洪水去審判大地的時候 說到耶和華心裡有憂傷 那個優勢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人終日是想著惡的事 你有沒有想過世界可以去到這樣? 但是什麼令到神不僅僅是審判 而是他會帶來一個答案和一個拯救呢? 就是神的憐憫 如果僅僅是審判或公義 其實就是一個刑罰 或者一個刑具 但是憐憫是什麼呢? 甚至聖經裡面說的憐憫是向審判跨性 是帶來一個出路 聖經裡面一直說到耶穌看到他們困苦流離 耶穌知道 甚至有時候我們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甚至你說是David的那個是我 但是我想說耶穌知道 而他看見的人不只是他做錯了多少事情 他應該受一個什麼的審判認罰 而是看到他裡面的破碎 甚至這個我相信是因為這樣 天父將耶穌拆離地上 然後他為我們死 以致我們有一個機會 而所有是來自什麼呢? 是我們看到人的破碎 聖經裡面有很多道具提到 有一個詞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在這裡查 而我覺得原來是這樣 就是動了慈心 聖經裡面形容很多次是關於耶穌的經歷 因為耶穌動了慈心 是什麼呢? 去扶起那些不配 就是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三節 講到那個好殺馬利亞人的故事 你可以看回那個故事 是給一個強盜 有一個猶太人給一個強盜 他搶了錢 然後打到傷了 然後很多人經過 有利美人有祭司 最後是一個好殺馬利亞人去經過 然後他扶起他 他幫他出了所有的醫藥費 這個是什麼呢? 是因為那個好殺馬利亞人 他動了慈心 是看到他的破碎 原來這個很厲害 因為這個會叫我們可以扶起那些有需要的人 甚至那些有需要的人 為何這麼特別呢? 這個好殺馬利亞人 因為殺馬利亞人和猶太人是沒有相交的 甚至是很討厭對方的 原來這個可以叫我們超越了一些 好像一直下來我們的隔膜 甚至是仇恨 是因為我看到那個人的破碎 馬克福音一章四十一節說到 耶穌動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那是一個什麼人? 是一個大麻蜂 他說 我願意你潔淨 原來這個慈心 這個憐憫 當我突然看到他裡面 我不是看到他的污衛 我不是彈開 還走過去 而是 我看到他裡面 有多少人拒絕過他 不是覺得 冤不難臭 然後我離開 也不好了 我自己患病 而是我已經忘記了 而是我要 叫他生命得一個潔淨 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七節說 那一伯人的主人 就動了慈心 將他釋放 並且免了他的債 那個故事是說 有一個仆人欠了主人很多錢 然後主人看到他 我們通常都很生氣 你搞錯啊 你什麼時候才能戒賭啊 說了多少次啊 你影響了多少人啊 其實繼續用這個審判 你不會幫到那個人啊 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他 我不知道啊 可能最後你也要跟他有一個對質 最後你也可能要罵他一頓的 但是我知道我罵我不是為了審判他 我不是為了發洩我的情緒 而是我很想他康復 你不是這樣的 你不應該是類傳家的 而我甚至去釋放他 你知不知道其實一個不搖書是什麼呢 你把那個人永遠被困在監牢 同時把自己也被困在監牢 大家都不自由 所以當你免了別人的債 你也免了自己的債 我都得釋放 我都得自由 馬太福二十章三十四節也說 耶穌動了慈心 就把他們的眼睛一摸 他們納黑汗現 就跟從了耶穌 是在說那兩個核子 哇 原來慈心是這麼厲害的 哇 他不應該是這樣的 他不應該是失去這個權利 一個健康的權利 這個是底運 為何我們要出去為人神職醫治呢 不是就是 哇很厲害啊 那些低腳那些可以起身 不用坐輪椅 就是哇 你看神多厲害 這個我們都覺得很興奮 更重要是什麼呢 他的生命 不應該被疾病感折磨 他有一個權利去活出完全的風性 包括他身體的風性 以至於我們會這樣為病人祈禱 甚至那個慈心是啟動神職其事 而那個源頭是什麼呢 是因為 不是很想 哇 張顯的能力多厲害 我多厲害 或者神多厲害 不僅如此 是那個生命 他可以恢復回應該有的權利 那個生命 他活回那個精彩和風性 路加風15章20節 於是起來 往他父親那裡去 相離還遠 他父親漢見 就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他的頸上 連連和他親嘴 講到那個小兒子的故事 原來我們保持著一個慈心 搞錯啊 你是不是人來的 分父親家產 爸爸還沒死的 你是不是傻的 你沒有血性 你沒有良心 但是你知不知道 父親帶著一個什麼心 為什麼他會這樣 不是說可能我養得不好 我教得不好 而是他看到那個生命裡面 正常不會這樣做 但是他這樣選擇 我裡面祈禱的就是 他會回來 原來如果爸爸也下閘的話 是說兒子沒有機會回來 是看到人生命 有些扭曲 有些破碎 但是我們說 因為我知道 他的生命不應該這樣 而這個憐憫 這個慈心 是令浪子也有機會會回轉 我想起一個什麼故事呢 就是 如果你有去開西灣可泰 收基灣 或者你遲些人會去 不知道會不會遇見 其實這個是最近發生的事 就是有一個女士 她突然間會在 在泰安樓的十字路口 大喊 不知道罵誰 其實人們會很害怕 最初很害怕 然後慢慢就不理會她 然後就覺得 你真是擾民 又或者燥陰污染 污染了我們 她一直在吵 叫什麼 我記得有幾次 最初我的反應都是 咦 為什麼 後來知道她 其實她 萬無目標 好像 激彎槍 亂射 所以她不知道 罵什麼 還有 最初很害怕 在她身邊經過 不如保持一個距離 但是慢慢 你會發覺 其實她沒有 可能她應該有很多 不開心的事 或者 情緒 在她裡面 甚至已經去到一個位 她就是在發洩 她控制不到自己 我相信是這樣 然後慢慢 我裡面有一個感動 就開始 每次經過 如果看到她在罵人 你罵誰的時候 我就會祈禱 我說 主啊我求你 叫她和你相遇 我想起 那個 格拉森 被鬼附的人 的故事 我不是說那個女士 是被鬼附 但是我想起那個故事 甚至 最後 耶穌去到她面前 原來 有一刻 會是這樣的 無論你是被鬼附也好 無論你的精神 是多挫亂也好 如果你和那個永生神 去遇見的時候 好像你的靈會 突然醒了 格拉森那個 被鬼附的人 就是 突然之間 好像醒了 跟耶穌對話 當然鬼也有跟耶穌對話 但是其實 他裡面突然之間 好像有一個認出 我相信 他走到耶穌面前 那一刻 他在靈裡 會知道 這是他的出路 而最棒的是 耶穌不怕 他承認著他 繼續去 好 來吧 然後最後 那人經歷了完全釋放 我想連格拉森的鬼附人都可以經歷 為何這個不知道是情緒 還是精神 甚至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鬼附 為何他不可以經歷一個釋放 但是先是甚麼呢 先是在他旁邊的人 不會拒絕他 說不拒絕 當然不是叫他去抱他 或是怎樣 是不會覺得 你妨礙著地球轉 你很麻煩 唉 真的 有人開始為他代土 但我又想 嘩 如果有一天 他經歷了耶穌 然後得醫治的時候 就像格拉森的鬼附人 然後 我記得 唯一一次耶穌說不準 是甚麼呢 就是 那些鬼都離開了之後 他去到耶穌面前 我可不可以跟隨你嗎 那個鬼附人 然後耶穌第一次說不準 就是耶穌不讓他 他說 你回去你的本族本家 然後告訴別人 神在你身上 做個可等奇妙的事 結果 是甚麼呢 就是第一次當那些村民 看到這個鬼附的人 突然間 好像經歷釋放之後 他們沒有了二千隻豬 就叫耶穌走 你快走 然後聖經裡面 如果再看下去 過了一段時間 耶穌再回去那個地方 那些人是歡迎他的 我相信那個歡迎的原因是甚麼 那個鬼附的人 跟那些人說見證 而那些人見證著 原來這個神是真的 原來這個神真的可以帶來 這樣的醫治和釋放 這樣就很棒 我真的想 所以我想著那個女士 如果她真的遇見到神就好了 不是傳福音導響 而是整個西灣河就是一個復興 那些人會見證著 她原來不是這樣 她告訴別人 是因為遇見了耶穌 那真的很棒 那一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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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排隊 買魚蛋 那個位置 然後我剛剛走過 會看著地上 突然看到一輛車準備走過來 然後一個人 我突然大喊 我说小心,有车,走过来 然后再从她的脚踏上去 那女士 你知不知道那女士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我看到她的眼睛好像有点闪力 然后她说 先生,谢谢你 从来没有人这样提醒我 你今次是第一次 真的谢谢你 我都呆了 我呆了就是,其实只是这样 你想想,由她平时只是骂人 然后去到她会感谢 而我的祈祷是什么呢? 我相信神未必一定用我 可能用很多她身边的 去释出这个怜悯对她 这个关心对她 其实可能就会带来一个医治 我们有时候想,怜悯很难的 可能你就是想最难的那个 就是你,我怎么可以怜悯到她 我怎么可以遥处到她 我怎么可以放过她 又或者,我生出来是没有怜悯的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但我想说 可能我们生出来就算是没有 但因为我们的神有 这个是她的属性 当我们说我们很想学耶稣你的时候 我们很不好 我们也有一个纳志说 主呀,可能我真的没有 我真的不够 但我很想刺利 我相信这个城市会经历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当怜悯是向审判夸盛的时候 当很多人是带着 不仅是一个对的错的错 而是我很想这个破碎 就是我想看到它里面的破碎 我很想感受它的破碎 而这个爱是真的会救一个人 而这个城市里面会充满着这个爱 神的怜悯 但是有一个准成的 我相信这才是一个公义的城市 而是从我们开始 所以我很想为 在爱中间的大影节目 如果你们也很想领受的 为你祈祷 天父,我们很想告诉你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好像太难 甚至可能立刻浮起来的一些样子 我们觉得最难 甚至冰封了很久 甚至我们用了很多力量去建立墙 以致我们不再受伤 以致我们才能好好地过 但是神的今天的挑战是 可不可以求神有另一种眼光 去望他们 以致他们有机会 不再被囚禁 甚至我们的生命都不被囚禁 所以主要我们 带着破碎到你面前 说我们需要你 圣灵我们需要你 去把这个怜悯 很深地藉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很想 我们真的好怜悯 那个好是什么呢 是爱 是很喜欢 是很自然 而这个会是我们第一个反应 对着很多人 当他们是很差 很离谱 很邪恶的时候 因为耶稣 你是为这些每一个生命去死 就好像为我去死 主一与我们同在 祈祷奉主命求 阿门 祝福大家 我们需要大家继续支持 IM的事工发展 扩展神的国度 邀请你透过以下的方式来奉献 网上银行转账 自动柜员机转账 邮寄支票 Payme手机应用程式 而在海外的弟兄姊妹 可以透过PayPal来奉献 至于想索取奉献收据退税的家人 除了邮寄支票之外 都要记得将奉献证明 包括萤幕截图 和个人资料传送给我们 记得截图需要清楚显示 转账的日期 呼发商事工的户口号码 和奉献的银码 我们将于每年的4月 发放奉献收据给大家 呼发商事工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Incubator Ministry TV 只要你打开YouTube 搜寻我们的名字就会找到了 找到之后 记得按订阅 订阅 最重要是按旁边的钟仔 那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任何一个直播提示 还可以随时重温 大家记得订阅 大家记得了 大家记得了 大家记得了